今天呢这些就是我工作室里的全部的绿植 它们就比较奇怪 你看中间这些就是看似比较茂密的 但是事实上它们已经生了病了 这些小孔你看 就是各种黑叶子什么 它生了病了 然后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这个 这个你肯定想不到 它之前是一盆青语曼绿绒 就是它本身是很茂密的 知道吗 现在你看就生这一个 你说它死了吧 它并没有完全死 你说它活着吧 它活得好像不是特别好 所以今天我要拯救它们一下 这个是 种菜专业的 然后稍微给它整平整一些 这边有送的这个肥料 稍微给它拌一下 好 这个像这种绿螺 在外面市场上买回来的 尽可能快的给它换盆 因为它里面的 这个植物是要比土大 比土多 它就相当于是 就是过去住的那种统的楼一样 一个统的楼里出了很多人 大家那个兴奋来就差一些 然后分着去干 这个就是之前的那种长的绿螺 我给它剪开 大概剪成这样子 往土里面一埋它就可以活了 好 然后我们开始种它 挖个坑子 给它塞油 它这个东西叫土壤活化剂 它是一潭黑水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花草 浇进去之后 这花草就会变得非常的茂密 就可以很健康 这里边是 这是一千毫升的水 两千 三千 这个东西那可能就是 等我下次回来 或者再发现它的时候 也许可能又恢复了茂密的状态 我们还是要给它来一点 然后呢今天就先到这儿 希望你们就可以 就是照顾好自己的生命 好不好 拜托了啊 开花结果好不好 行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儿